嗨,大家好,欢迎收看第97的果摩资讯 经历了7月中旬新品预告扎堆的狂轰乱炸之后 我们再来瞧瞧这个7月下旬又会有哪些新品公布呢? 对了,先在后看养成习惯哦 近日,三菱正式公布了罗伯道系列的鹰头狮 该款机体是出自于经典动漫《机动警察》 其机体的性能在剧中的表现要比主角机英格拉姆强上很多 那此款鹰头狮它的全高约24.4厘米 全身拥有近60个可动关节 同时,在各关节位置都有织物包裹 并且表面有做旧化涂装 此次的亮点之一,鹰头狮内藏有多个精密的机关设计 比如可以将胸部和腹部的舱门打开 然后拆下内盖,展示精密的驾驶舱细节 驾驶员8度人偶也可以坐在驾驶舱座椅上 这个细节还原的非常不错 此外,头部连同颈部也可以抬起 以显示内部的驾驶舱 鹰头狮标志性的大翅膀 每个翅膀都有四个活动关节点 使得翅膀可以摆出各种姿势 即使机翼动态摆姿势 腿部新合金压住内构框架的重量 也可以保证整个机体的平衡性 那关于它的剩下配件 就是四对替换手型 以及一个Robodot专用的动作支架了 目前该款产品的价格未知 发售时间预计是22年的第四季度 相信这款鹰头式会是机动警察粉丝们的必入款了 之后还公布了DLX钢铁侠马克50的配件包 这次是放出了配件包中的所有内容物了 产品包括手刃、大型脉冲、电磁手炮、能量锤、长盾、圆盾、背翼推进器 一对战斗锤、一对小型手炮、两对浮游炮、一组浮游炮动作支架 其中脉冲电磁手炮、能量锤、战斗锤、小型手炮以及浮游炮都具有LED发光功能 那么相信细心的玩家会发现 双脚组合在一起的推进器装置 以及类似鸟爪的纳米脚步装甲 此款配件包中并没有附属 至于能量刃和全次 则是在马克50的人形版本中已经有附带了 所以少两个脚步装甲 不知道你会不会难受啊 目前这款马克50配件包的预定售价为520元 预计22年的第四季度出货 那这么一看 马克50加上配件包的总价都超过1000元了 不知道订了马克50的朋友会不会订这套配件包呢 上回有聊到 藏道模型它将要出品的周同学联名忍者机甲 我们简单看了一下造型以及5G配件 那么这回则是公布了售价以及发售时间 同时还有限量分数 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楚啊 这款周同学联名的忍者机甲 它的售价为890元 限量6000套 预计出货时间为23年的第一季度 话说这890的价格呢 参考藏道自家的产品来说 属于一个正常水平 在参考这款产品还得交版权费 所以它的890呢 破得去吧 现在让我比较在意的是 右下角这个专属驾驶员忍者周的公仔 它到底长什么样 还有它的具体高度又是多少 难道是类似盲盒那样子的吗 而且还整了一个限量带编号的纪念卡 也不知道这款产品会不会吸引到 圈外人士的关注呢 火载动漫的6款 正版授权 周同学可动人偶系列的第一代 商品真容总算是跟大家见面了 产品高度约10厘米 拥有多个可动关节 各个形象都很有特点 看着都像游戏里的角色 那么相信啊 这6款产品应该会是以盲盒的形式来进行发售 不知道会不会到时候出一个隐藏款啥的 那相信价格应该也不会很离谱吧 我觉得周杰伦的粉丝 可以留意一下啊 随后还公布了 由忍者神龟正版授权的 合金忍者龟再进化 合金变形忍者龟 目前公布的是第一款 辽纳多的设定图 现阶段在官方所演示的 动态规模中能够看到 整体的车型还是比较不错的 甚至连驾驶士 以及驾驶员 辽纳多都有还原出来 那重点来了 你别看这辆车很复杂 因为它是有变形功能的 它能变成一个大型的 辽纳多忍者神龟机甲 而且在人形部分的表现 也挺有模有样的 胸口甚至还有驾驶舱的细节 这你受得了吗 怎么办 我已经开始期待这个系列了 希望厂家能够加快这款的进度 但愿别让我们等太久了 当然大家对这款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弹幕或评论区留言讨论 预模的方面 上一期我们刚刚看过了 他们家的马克42 没想到马克43这么快也就来了 这款马克43 同样使用了全身预喷涂 以金色和红色 还有银色还原钢铁侠的配色 光泽和哑光 还原钢铁侠的金属质感 鱼飘灯和眼部 还有胸部的发光灯组 已成为该系列的标配 背部的扰流版装甲可以展开 而且还能够展示内部的细节 目前这款钢铁侠 马克43的预定售价为 399元 预计22年的第四季度出货 话说这预模到 最近出钢铁侠出的有点勤快 麻烦你家的机动奥特曼 能不能也能跟上节奏 对了 还有那个国风的巨娘 麻烦也搞快点 卓家文化降魂机方面 最近是公布了最系列的最新作 奥曼 哇 这又是一个鸡老 好家伙 看来 接下来的趋势 都是鸡老为主了 那么再来看回产品 同样 这个系列 还是以一体二型的设计思路 来进行展开的 奥曼可在宫廷形态 与战斗形态之间切换 不仅外形有所区别 使用的武器也各有特色 尤其是攻击形态的背部造型 我觉得非常酷 有没有点像浮游炮 集合在一起的样子 那换句话来说 如果你不说这是最系列 我说这是三国系列 还是一个赵云啥的 你是不是也得信 开开玩笑 大家不用在意 话说 降魂机这个品牌还是挺猛的 从画柄到灰魔 一气呵成 从来不拖时间 卫星落地的时间也很快 我觉得部分友商 可以学习一下 提高一下自己的工作效率啥的 那么最后 也是期待 降魂机的最系列赶紧落地 因为这个系列 真的很有看头 B2S这回联合 BMAS共同推出的 战争骑士无情者 1比12比例 6寸可动收藏人偶 产品的配件依旧丰富 武器手心 以及真人头雕都有附属 那本款产品的全高约 18.5厘米 带有大量的战损细节 以及旧化涂装 再参考上一款的死亡骑士 相信它的产品质量 是不用担心的 目前这款战争骑士 无情者 它的预定售价为 389元 预计23年的 第二季度出货 结单日期为 8月28号 感兴趣的玩家 可以留意一下 又是一个新品牌 名叫MADHEAD 首发的新品为 高度31厘米的 拼装模型 一进零主 其实这货的外观 就是超了 GK钢索的外观 把它做成了一个 量产的 拼装可动模型 那么这款 拼装模型的复杂程度 也是相当的变态 它超过了830个零件 全程拥有 多处关节联动设计 等等 怎么这么熟悉 又跟圣司机 擎天柱 是一个级别的吗 这工程量 想想就觉得可怕 现阶段 这款产品还在监修中 我估计 大货的样子 也就89不离时了 目前 这款的售价 是500多 不确定是590呢 还是510 预计发售时间为 23年的第四季度 好家伙 这可有的等了 感兴趣的朋友 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OK 以上就是这期 国魔资讯的全部内容 想要了解更多国魔新品 可以关注下我的频道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更新推送了 我是神天组长 我们很快再见 加油